T.G.S.H. 传达出三人美好的友谊,Selene和T.G.S.M.A.在中间,三人比心露出甜美笑皮的笑容,A.的大肚子十分行严,这张照片让粉丝激动流言,有种友谊叫S.H.E. 但是过境先,这三多姐妹花的命运却各有不同,Selene仁佳勋,长相可爱的她是S.H.E.中的小公主,但是一场她戏意外,改变了她的人生,也就是2010年与昊明拍摄《我和春天有个约会》,导致的皮肤自成烧伤,虽然已是隔七年,但仔细看,还是能隐约看到Selene烧伤的疤痕,令人痛心, 对于一个女明星来说,脸上,身上有伤疤,可谓是不小的打击,好在她挺了过来,后来与男友张成忠结婚了,只是好景不长,去年三月,Selene与老公张成忠,在网络平台宣布离婚,说自己没扮演好嫌弃角色,当夫妻的我们真的不快乐,先受伤回容,后又离婚, 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说,都是难以承受的痛,何况并没有宣布退隐,人处在娱乐圈的她,希望依旧坚强的她能得到最好的幸福,虚,前妇真因,乐之路是她坚持要走下去的路,她的终身大事,也是大家所非常关注的。 导致情人节,那天新浪热搜榜出现前夫妻林俊杰时,忍不住点进去,以为两人终于修成正果,结果只是T情人节参加的活动, 而娱乐圈传言林俊杰苦追她十余年,结束活动后,她表示2017年接下来工作行程还满满,曾经说过要去冻卵。 2003年林俊杰公开承认,喜欢Teepe最近两人还一起参加了一个音乐综艺节目,节目播出后,大家关注的热点逐渐转移到林俊杰和Teepe身上,到底两个人会不会有结果呢? 娱乐陈佳化是SHE三人中,现在过得最好的了,当初那个假小子,居然会成为三个人当中最早结婚生子的那个,据说娱乐老公赖思祥是一个富商, 如今娱乐有孕在身,日子过得十分甜蜜幸福,时不时在微博上晒出与老公赖思祥的甜蜜照,情人节那天,她还发了一段文字,表示自己嫁给了爱情,实在是太幸福了。 三位姑娘虽然过上了不同的生活,但是感情依旧,希望她们能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